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家是哪里的呢 比如说他家是青岛的吧 然后他的平均成绩 他的成绩是85吧 他的年份也是2013年成绩 然后比如说他的那个CLAS class是class C 好不好 要说class A的平均成绩应该是80 75 应该是class A是不是75呀 class B的平均成绩是95呀 class C的平均成绩是85 是不是啊 那我求大于80的这些这些班级平均成绩大于80的是不是B和C两个班的平均成绩大于80呀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哈咱们先先那个分组 S E L E C T select 是不是 你如果用分组的话 显示的信息必须是组的属性呀 C L A S S Class 叫什么呀 还有一个是A V J 平均成绩吧 S C O E 然后呢 From P S O S J R O U P 是不是By C Class 是不是按分组 然后去显示平均成绩啊 然后我想在这一个查询结果集当中再进行过滤 我想看平均成绩大于80的班级 怎么弄啊 是不是将上边这条语句弄出来 然后再加一个Hiveing 是不是再进行过滤啊 Hiveing A V J 平均成绩 S C O E 然后呢大于多少呀 80的好不好 走 你看看是不是查出了这一个呀 查出了 只查出了B和C 是不是把A班级的信息是不是给过滤了 然后比如说我去查小于什么呀 小于85的好吧 小于应该有一个85的哈 小于80的吧 是不是只查出了A班级的信息啊 明白了没有啊 我分组之后查出了分组的信息嘛 分组的信息嘛 上面是不是分组呀 然后再将这个信息进行过滤 我只要平均成绩大于多少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同学们 他说我用Wire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Wire我用Wire限定 能可以吗 不行 明白没有啊 我不用我不用Hive in 我用Wire限定可不可以啊 你看哈 我不用Hive in 你看我这是用的分组 我以前查的时候 我可以查 那个Wire Score 学生 某一个学生的成绩 学生成绩大于多少的 是不是可以啊 那我不用Hive in 我用Wire可不可以啊 这个地方 Wire AVG 然后Score YS AVG Score 什么呀 大于80的 好不好 走 数据出错了呀 哎 那说 哎呀 不是放在那一个哪里啊 放在这一个 Group by 之前吗 是不是啊 Group by CLAS 那就 那就是什么呀 WHOE Wire 叫AVG 什么呀 然后S CYE 然后 小于80的 好吧 Group by CLASS 是不是直接出错了呀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哎 然后 是不是这样就不行啊 我在Group by CLASS之前加Wire限定 可不可以 是不是不行啊 就没法实现这种什么呀 效果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哎 你Wire限定的时候可以去限定某一行 那个属性 是不是 某一列的那个属性 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的呀 但你不能对 不能对什么呀 分组的结果 使用什么呀 是不是使用Wire啊 是不是啊 再进行 再进行过滤 是不是不行啊 哎 比如说分组的这些 查询出来的信息 如果你再进行 进行过滤 我只要某一部分的话 那是不是得用highway 是不是啊 同学们啊 得用highway啊 这一点呢 大家需要注意哈 好 然后highway平均成绩大于90的 是不是啊 大于等于90的哈 好 这就是过滤分组啊 前面咱们讲的分组嘛 按分组求平均成绩 然后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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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出来之后呢 再进行过滤 我只要平均成绩 大于等于90的 是不是啊